守望三十四 四月四号 中午十一点 中国推行的 这个改革宗派 贵政宗派 加尔文神学派的这个 绝对预定的圣经 并没有这样的意思在里头 我们来看一段经文 马太福音十三章 马太福音十三章 十九节到二十三节 马太福音十三章 十九节到二十三节 我从十八节读起 马太福音十三章十八节 圣经记载 所以你们当听着撒种的比喻 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 那恶者就来 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 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 撒在石头地上的 就是人听得到 当下欢喜领受 只因心里没有根 不过是暂时的 即使为道造的患难 或是受的逼迫 立刻就跌倒了 撒在经济里的 就是人听得到 后来由世上的思虑 钱财的迷惑 把道记住了 不能结实 撒在豪地上的 就是人听到明白了 后来结实 有一百倍的 有六十倍的 有三十倍的 马太福音 十三章 十八节到二十三节 这次撒种的比喻呢 这里讲的呢 撒在总的 所以不能掌杂呢 是因为患难啊 逼迫 世上的思虑啊 前者的迷惑啊 等等 个人的私欲 和恶者 撒但的恶行搅扰 这所有一切 都是自己做决定的吧 你听不听他 那是在你的 是不是 只有那些长大的 是肯听的 肯领受的 这就不是绝对预定论的 我记得读神学的时候 有一个老师 说过一个例子 他说啊 魔鬼撒但 对什么人没有办法 哦 魔鬼撒但 还有对什么人 没有办法的 大家 各种说法都有 最后老师说 魔鬼撒但 对懒惰的人 没办法 要引诱他 去犯罪他的懒得犯 当然这是说笑话的 这就说明一件事啊 从圣经真理来看 并不是神绝对预定的 当三上天上 离四下地狱 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们再来看 马太福音十三章 四十三节 马太福音十三章 四十三节 圣经记载 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 要发出光来 像太阳一样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这段话好像我们蛮熟悉的 那就是在启示录讲的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啊 那么有耳朵呢 人都有耳朵 除了那些特别的禅记人呢 先天就耳朵聋 或者后天耳朵聋 是另做别论 这里讲的是接受的意思 凡是有耳可以听的 就应当听啊 那么在这里就看出 并没有绝对预定论的意思 没有这个意思 我们继续来看呢 马太福音23章37节 马太福音23章37节 我们读两节 马太福音23章3738节 圣经记载 耶路撒冷啊 耶路撒冷啊 你常伤害先知 又用石头打死那封差遣 到你这里来的人 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的儿女 好像母鸡把小鸡 锯置在翅膀底下 只是你们不愿意呀 看啊 你们的家成为荒场 留给你们 我告诉你们 从今以后 你们不得再见我 只等着你们说 奉主名来的是应当成颂的 我再读一下 这是主耶稣 为耶路撒冷的哀哭 耶路撒冷啊 耶路撒冷啊 你常杀害先知 又用石头打死那封差遣 到你们这里来的 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的儿女 好像母鸡 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 只是你们不愿意呀 看啊 你们的家成为荒场 留给你们 我告诉你们 从今以后 你们不得再见我 只等着你们说 奉主名来的是应当成颂的 这段经文呢 讲得清清楚楚啊 神是多次愿意 他们是多次不接纳 神那里的多次愿意 只是他们的多次不愿意 最后结果好了 变成屡教不改嘛 说了那么多不听 不听的结果 就是以色列造毁灭 这是历史证实的一件事 历史证实了主耶稣所说的预言 这是种的什么 收的就是什么 中国有句话叫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道理是一样 只因他们拒绝耶稣 拒绝神的救恩 把耶稣 把神的儿子 定死在十字架上 于是 以色列就造灾了 不仅是耶路撒冷被困 被毁了 死了几十万人 整个的以色列国 也就消失了 这一消失 两千多年之久啊 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 马太夫人 二十四章 三十七节 一直到四十六节 这段经文呢 比较长啊 我们就跳着 读给大家听 马太夫人 二十四章 三十七到二十五章 圣经记得 挪亚的日子怎样 人子降临也要怎样 当洪水以前的日子 人照常吃喝嫁去 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 不知不觉洪水来了 把他们全都冲去 人子降临也要怎样 看到吗 为什么神用洪水灭世 你看创世纪就可以知道 那是人间充满了罪恶 强凌弱 重爆寡呀 和今天的现实环境 相差不多 所以 这一切 种下去的是什么 收的结果 也一定是什么 我们继续跳过去 二十四节 跳过去 四十五节 谁是中心有见识的仆人 为主人所派 管理家里的人 按时分粮给他们吗 主人来到 看见他这样 行 那仆人就有福粮 我是才告诉你们 那主人要派他管理 一切所有的 倘若那恶仆心的说 我的主人必来到迟日 就动手打他的同伴 又和醉酒的人一同吃喝 在想不到的日子 不知道的时候 那仆人的主人要来 重重的处置他 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 在那里必要哀哭且吃了 一个是忠心的 有见识的仆人 相对的是恶仆 他也很聪明 看看主人吃吃不来 看上去主人不会来 是不是 结果就动手打同座仆人的同伴 我们想想看 这个现实的历史 我们看的再多了 听的更加不说了 看的听的太多太多 五十年在大病或大患难当中 那教会的 发动 搞这个控诉运动 这就三字会干的事 三字会的后台 那不用说了 大家都知道 搞控诉运动 那些人都起来控诉 今天呢 从三字 五十周年纪念册上 还可以看到 江长川 坚冬 在上海跑马地 就是后来的人民广场 在那控诉他的同工 多了 这样的 东手打呀 看看主义苏不来呀 现在新的政权来了 红色政权来了 所以就动手打仆人 一个一个的控诉 该傻的傻 该管的管 管管傻嘛 这是题外的话 这些人所做的 都要对自己所做的 负责的呀 人种的是什么 受的也是什么 神是清漫不得的 断目不予有罪 为无罪 可能弟兄姊妹 江长川是谁 江长川 这是现在小群聚会处 蒙头派的头之一 将受到的老父亲 不过大家不要把他父亲和儿子等同起来 老父亲投靠三字 得了高官 并不等于他的儿子投靠三字 两回事 我们要分开 要谈 不过 江长川 江守道 他们所讲的信息是什么 我们都应该格外的留心听 因为他们是冥王人 冥王人 要格外的小心 免得因为你自己的冥王 受了冥王所累 就变成中国那句话了 人怕出名 主怕壮 今天在教会 这个范围 在这个圈子当中 特别活跃的那些冥王人 你要恐怕要特别的对他小心 刚刚说的题外话 我们再继续看这段经文 马条夫音25章 我们从第14节跳过去读 跳过去读 马条夫音25章 我多读几节 就是读个童女的比喻 读个童女的比喻 大家都知道 读个童女的比喻 那是天国 好比读个童女 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 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 五个是聪明的 愚拙的拿着灯 却不预备油 聪明的拿着灯 有预备油在器皿里 新郎吃烟的时候 他们都打顿睡着了 半夜有人喊着说 新郎来了 你们出来迎接他 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 愚拙的最聪明的说 请分点油给我们 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 聪明的回答说 恐怕不够因我用的 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 他们去买的时候 新郎到了 那预备好了的 同他进去坐席 门就关了 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的 说主啊主啊 给我们开门 他却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不认识你们 所以你们要警醒 因为那日子那时事 你们不知道 十三节啊 马太平十五章十三节 这是最后这个 比喻的一个总结 所以你们要警醒 因为那日子那时事 你们不知道 有人解释 十个童女啊 就是信耶稣的人 一半得救 一半不得救 你看 十个童女五个 聪明五个宇宙嘛 那些宇宙的就不得救了 甚至有人说 宇宙的就是只没文化的 这完全是曲解 歪曲圣经真理 还有的解释说 那个灯和油啊 那油就是圣灵啊 圣灵就是油 所以我们预备油 预备圣灵 没有圣灵在里头 这个灯是假的 这个讲话也不对啊 原来圣灵可以买的 原来有卖圣灵的地方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全面看圣经 比喻啊 主耶稣所设的比喻当中 有一个中心点 不是无限的延伸的 十个童女 五个得救 五个灭亡 不对的 这个灯玉被油 油就是圣灵 不对的 最后的一段总结的话 所以你们要警醒 因为那日子那是什么 你们不知道 弟兄姊妹 这才是这个比喻的中心的问题 我们要警醒啊 如今是个大迷惑的时代啊 如果你不小心 就会中了迷惑 你不小心 就像鼠邻的婴孩一样 诗话就信 诗道就听 就是自己不肯读圣经 也不要像那些老实人啊 人家说什么都信以为 人家是知识分子 有文化 人家是神学家 是教授 是律师 是高级知识分子 我们算啥 我们懂事 你不懂事 你认得字就好 你认得圣经字 白纸黑纸写得清清楚楚啊 我们要小心啊 弟兄姊妹 如今是个大迷惑的时代 千万大意不得 我们再跳过一段去 来我们继续来看哈 圣经在马条冰二十五章哈 天国受托的比喻 天国又好十四节 天国又好比一个人 要往国外去 叫了仆人来 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 按照个人的财干 给他们银子 一个给了五千 一个给了两二千 一个给了一千 就往外国去了啊 那零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 另外赚了五千 那零二千的也照样 另赚了二千 但那零一千的去据海地 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 过了许久 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 和他们算账 那零五千银子的又带着 那另外的五千来 说主啊 你交给我五千银子 主啊 你交给我五千银子 请看 我又赚了五千 主人说 好 你是又良善 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市场 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 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 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那零二千的来说 主啊 你交给我二千银子 请看 我又赚了二千 主人说 好 你的又良善 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市场 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 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 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你有没有留意到 那五千的 和两千的 向主人的汇报 以后 主人对他们的称赞 和肯定 一个字都不差 对五千的说 是吗 好 你在又良善 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市场 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 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 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那个二千的 主人回答 好 你在又良善 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市场 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 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 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你看 一个字都不差 所以 主人 论功行赏啊 首先 看他是不是 进了心的 在做的 我们再看 那零一千的 二十四节 马太平 二十五上 二十四节 那零一千的 也来说 主啊 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 没有中的地方 要收割 没有散的地方 要剧烈 我就害怕 去把你的一千银子 埋藏在地里 看见 看着啊 请看 你的原银子在这里 啊 这个最保险不够 埋在地里 啊 也没有 谁来偷 啊 也没有虫子摇 原封不动 拿出来 主人怎么回答 二十六节 马太平 二十五上 二十六节 主人回答说 你的又饿 又懒的仆人 你既知道 我没有种的地方 要收割 没有散的地方 要剧烈 就当把我的银子 放给兑换银钱的人 到我来的时候 可以连本 带利收回啊 多过 他是一千的 给他 有一万的 因为凡有的 还要给 嫁给他 叫他有余 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 也要夺去 把这无用的仆人 丢在外面 黑暗里 在那里 必要哀哭 切齿两万 圣经一开始 讲得很清楚 按照财干分呢 他的财干小嘛 只有处理 经营一千银子的 这个财干 所以主人给他一千 那么你拿着一千 去做呀 不做 埋在地里 弟兄姊妹 今天好多 神的仆人 神的使女们啊 他的财干 是蛮大的 他不做 我们听说啊 最近 在河南地区啊 那个地方的教会 几年都没有开通工会了 也不歪饼 也不聚会 更不要说传非呢 大家都在忙着 忙着干什么 忙着赚钱的 弟兄姊妹 赚钱养家户口 是人的责任 没有错的 但是如果你本末 倒置 以为只有靠你 才能养家户口 神的家里不需要你管啊 反正神的家 有的是普通人 有的是热心的人啊 多一个我 也不多 少一个我 也不少 地球照样 赚得更快 所以我就去 养家户口 赚钱 下海 打工去了 你可以要小心啊 免得在神的面前 你变成那又恶 又难的仆人 那就麻烦大了呀 弟兄姊妹 不仅是河南地区 有这样现象 好多地区 都有这样的现象 本来 刚刚信主的时候 刚刚做通工的时候 非常热心爱主 但是爱着爱着 就不爱着 因为现在 好招式 一切向前看 他们也在 为自己的儿女 积攒财宝的 孩子十来岁 十多岁呢 就一定给孩子 挣钱买房子了 准备娶媳妇了 如果不是他 赚钱买房子 儿女都娶不起媳妇 嫁不出去 真的是这样吗 这不就是 以色列人在旷野那里 向神发牢骚吗 向墨西发牢骚 你把我们带到这旷野 这个地方 连埋人的黄土都没有 你让我们老婆孩子都死在这里 说好 就让你们 这些人呢 死在这里 让你们的老婆孩子 靠你们 你以为靠你们 让你们老婆孩子 进江南地 弟兄姊妹 我们小心了 从主耶稣讲这个比喻当中 看出来 个人 要对自己所做的负责呀 个人 要对自己所做的负责 对信的和不信的 对做的和不做的 结果是不一样的 结果是不一样的 主耶稣还说 有的话 人在小事上忠心 在大事上也比忠心 神要把更重的托付 嫁给这些人 在小事上不忠心的人 主人怎么敢把大事 托给他 我们知道啊 在几年前 属灵书记的供应 非常缺乏的时候 有的人免费啊 拿到的香港啊 海外啊 供应给中国教会的 一些书记和圣经 他们拿去卖的 我们听到这样的例子 蛮不少的啊 他们去卖的 如果赚了 赚了个什么呢 路费啊 这个是情有可原的 如果不是这样 而是赚的更多 那就有点问题了啊 你等于是贪污了 是不是 要小心 以后人家知道以后 谁要敢托一般事啊 不敢啊 人上前不敢 何况神呢 神更不敢 把重担子 托给这样的人了 这不忠心的人 贪财的人了 太可怕了 海外也不另外啊 海外也有啊 我们知道大鱼圣经 是吧 沿用本圣经 大鱼圣经 那是免费供应中国教会的 那是专门为农村教会预备的 免费供应的 有些人很聪明啊 免费拿了 整箱整箱拿走 然后去卖啊 在美国也不另外 有人呢 有人呢 从香港运到美国来 一本卖二十块美金的 卖二十块美金 还说 哎呀 我们买得很便宜 买得很便宜 你忘了呀 你不知道啊 他是五本万利 不要花本钱的 你说怎么不花本钱呢 从香港运到美国也要花本钱 没错 这个钱是你应该理所当然给他的 但是你别忘了 他们是拿这个 作为得利的门楼啊 不仅是美国有这样的情况 在新加坡也有啊 我们就不点名了 这样的不忠心的人 将来怎么和主交账 他们自己都要负责了 自己交自己的账 别人替不了他 弟兄姊妹 从这里我们看出来 神不是绝对预定啊 不是绝对预定啊 神预定的是给他托付啊 他自己不好好干啊 他自己又懒又恶啊 那是他自己要负责 所以不是绝对的预定论啊 绝对的预定论 是不合圣经这里的 是断章取运 引用圣经啊 守望34 4月4号中午12点